香蕉皮怎么做花的肥料 今天小编分享一下关于香蕉皮的小知识 欢迎订阅关注和分享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香蕉作为一种常见的水果 其美味可口深受大家的喜爱 然而吃完香蕉后 我们往往会把香蕉皮随手扔掉 其实这些看似无用的香蕉皮 经过简单的处理 就能变成花卉的宝贵肥料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如何利用香蕉皮制作花的肥料 一 制作叶肥 首先我们需要收集一些吃剩下的香蕉皮 这些香蕉皮不要直接扔掉 而是应该集中起来 为后续的制作做准备 接下来准备好一把剪刀 将香蕉皮剪碎 剪得越碎 后续的发酵过程就会越顺利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干净的瓶子 将剪碎的香蕉皮装入瓶中 加入五分之三的水 将瓶盖盖紧 现在我们将这个装有香蕉皮的瓶子 放置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让它充分接触阳光 在阳光的作用下 香蕉皮会逐渐发酵 变成一种富含养分的液体肥料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当你看到液体呈现棕色 并且伴有一些气泡时 就表明它已经制作成功了 发酵好的液肥可以取出使用 我们可以将其中的汁液与清水混合 然后用来浇灌花卉 这种液肥富含甲元素 对于花卉的生长非常有利 二 干后制肥 除了制作液肥外 我们还可以将香蕉皮制作成干肥 首先我们需要将香蕉皮 放在微波炉中 通过微波的方式 去除其中的多余水分 使其变得干燥 然后将烤干的香蕉皮掰碎 捣碎 就可以直接湿入花卉的土壤中 增加土壤的养分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而且不需要等待发酵过程 非常适合那些 急于为花卉补充养分的朋友 三 制成堆肥 如果你喜欢堆肥的方式 那么也可以将香蕉皮加入其中 首先我们需要将香蕉皮切碎 然后混入堆肥中 接着在一个较大的桶 或其他容器中 先铺上一层土壤 再铺上一层堆肥 然后再覆盖一层土壤 如此反复直到将容器填满 最后将容器密封起来 放置在合适的位置进行发酵 当堆肥发酵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将其取出使用 这种堆肥 富含各种有机物质和微量元素 对于花卉的生长非常有益 以上就是关于香蕉皮的小知识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 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 谢谢